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是何人? 报告钦差大人 这位是大不列颠帝国商会的负责人约翰逊爵士 我叫卡贱里,是约翰逊先生的助理 本钦差是带大清帝国和你们说话 你们听着,英国商人在虎门杀死我大清渔民 该当何罪? 钦差大人,我提醒各下,那只是误伤 胡说 怎么说是误伤? 是三名水手方跑庆祝圣诞节 不幸搭中了归国的渔民 大清法度,杀人偿命 你有何话说? 约翰逊先生对这件不幸的意外甚表遗憾 同时我听说,贵国的杀人案也有调查审理的程序 因此恳切地要求钦差割下,先把案情调查清楚 你少啰嗦 交出凶手,以证国法 好吧,我就先查查这个案子 你确定了 你死了,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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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死了 老娘 金摘大老娘 你要为弥妇套个公道啊 起来起来 大嫂姐 国有国法 本钦差就是为公道来的 拿银票 收着吧 谢谢大老爷 你们三家都失去了顶粮柱了 这一千两银子 是给你们补贴生计之用的 谢谢大老爷 谢谢大老爷 起来吧 各位乡亲们 杨仪开炮伤人一事 在座各位有谁亲眼得见 大人 小老儿就亲眼见到了 老人家仔细说说 那一日我们出海捕鱼 那些洋人却披红挂彩 又唱又跳又喝起洋酒 过起什么洋节来了 他们还把大树搬到了船上 在树上点起了许许多多 鬼眨眼似的亮炮子 大伙觉得挺奇怪 就把船滑进去看 那些洋人实在可恶 你过节也就罢了 却非要打什么大炮 这一炮轰出去 可就没了咱们三个兄弟的命了 这么说 他们的炮口是直接对着渔船的 那倒也不是 他是对着天 可那大炮不长眼呢 我明白了 各位不可松懈 只等命令一下来 就下海缉拿鹰鱼 大人 钦差不是去查案了吗 这人都死了还查什么查 他身为钦差 他无非是要摆出办案的架势 如果都依了我的话 就显不出他钦差的身份了 您俩该抓的抓 该杀的还是要杀 是 我要听从大人的吩咐 好 来人呐 在 被叫 去总督府 是 下官 广东藩司莫为 特来拜见何忠堂 哦 请 杨姨 尚欠你关税七十多万粮 下官正是为这事来的 大人 要查办杨商 误请给下官一个回权的余地 让我先把这些账收回来 倘若欠债不清 您先把它办了 我这七十万两文银 可就打了水漂了 本钦差要查办的是赵氏元凶 与你的账务有何关系 大人 您不知道啊 听说朝廷派您来研办 那些洋商他早就吓破了胆 都要卷铺给回去 跟他们做生意的那些广东商户 也要关门打击了 这是下官最后一笔关税了 他们要走了 我上哪儿逃去呀 哎 落落叫 落叫 轻点 轻点 太好了 中堂 您亲自出马 不怕他们不交亲拖欠的关税 请 你们有没有约翰逊博士的邀请 去你的 大清国的中堂钦差大人到了 要什么邀请啊 快去禀报 是是是 我马上通知约翰逊博士 快去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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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尊贵的客人就等了 请允许我向各项知语深深的歉意 约翰逊先生 这是在我大清的国土上 你才是客人 是是是大人请坐 本钦差这次来 是想告诉你两句话 第一 三个凶手必须尽快交出来 不得拖延观望 第二 杀人者偿命 本钦差不打算诸连任何人 而英国商会也不必因此扩大事态 人人自危 撕毁贸易合约 以至于断了而等英国商人的生计 该做的生意一如既往 只要你们恪守我大清的法度 做大清皇帝的顺民 本钦差一定会如实向我皇上禀报 不得拖延 但是老太比 是 我 不得拖延 哪 不得拖延 你 谢谢你派来一位通勤大力的 清禅大臣 大人 大人 认识大人 这段贵人好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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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只要交出三个凶手 幕后指使者就一概不问了 我已查实并无幕后主使 况且这三个凶手 是为了过他们的节日 久最后开炮 属于误伤 绝不是蓄意向我大清挑衅 这么说也不用把那些洋人给积押起来 罚场官刑了 大可不必 大人 当初要杀一经百 将此案办出我大清的威风来 可也是您说的 现在怎么替洋人说话了呢 是 郭大人 我是钦差 钦差 钦差更有养我国威 恕我直言 如果此案不能震慑英姨 国人称坏 我就要上折子 参你 请便 走着 瞧 让我送你这个封疆大猎一句考语 暮光短浅 我也送大人一句话 吴墨国体 来 是 被叫 不搜 不搜 斩 把两个胚斩的 放了 怎么回事 千龙皇帝万岁 千龙皇帝万岁 大人 走开 不搜 我这排 有什么话 坐下来曼官说 回护洋仪 有何话说 大清法度 一命还一命 你这是公然枉法 想不到权众一方的梁广总都 竟然涂有一腔血性之语 好 好 本都围官数十年 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等吃力爬外的钦差 枉费我派兵护卫 来人家 在 全都给我撤走 找 这些东西你们送错地方了 应该把他送给被你们打死的渔民家眷 这次虽然是误伤 可如果以后再有这等事件发生 一定严厉查办 清采各下 您的话我们记住了 这些礼物还是请您收下 送到渔村去吧 臣梁广总督郭世勋贵奏 应一炮商我渔民一案 臣本当严厉查办 将三名元兄消首示众 并责令所有英姨罚场观刑 以杨我皇上统于四海之神威 震慑阳仪诡诈暴力之邪气 令他永不敢踏入我大清国土半步 熟了钦差何身 竟与阳仪暗通生气 并滥师权柄从中回护 只是三名元兄只有一人偿命 所有英姨也并未法场观刑 依旧往来于商部 逍遥于法外 臣思之气节不得不拒折参合 说吧 奴才奉旨前往广东查办应商 打死我渔民一案 现已了结 特向皇上赴旨 奴才已经查明 应一开炮事出有因 彼等为庆祝其圣诞阳节 久后忘形 明炮以时欢庆 以致打死我渔民三人 实属误伤 而非蓄意寻信 广且秦动机关发出炮弹者 只有杨姨汤姆一人而已 因此你只杀了汤姆一人 皇上 奴才以为如此处置较为妥贴 和尚啊 你果然很会回护鹰姨 啊 皇上 奴才不是替英国人回护 是为大清回护 怎么是为大清回护呢 奴才经过一番仔细访茶 深感鹰姨在我广东沿海经商 与我大清益处良多 彼等收割我充斥市面的茶叶瓷器等物 又将他们的玻璃钟表等像输入我大清 不但互通有无彼此方便 还是一条源源不断的生财之道 因此不能对英姨太过科研 把他们统统吓走 好 朕让你去原家办案 你呢 就去做买卖了 你说 你给朕赚了多少钱呢 皇上 广东藩司莫为 每年从杨仪手中收到的关税 就不下七十万两 加上那些与杨仪通商的商户 也要逐年交纳离金 总计起来 岁入不下一百万两 你赚了多少钱 皇上 皇上 奴才从未收过英姨一两银子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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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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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haps 一百万 我们将 saint한다 大清的法度给卖了 洋人一条命 顶大清子明三条命 你如此见前眼开 把大清的国威 朕的脸面给丢尽了 皇上 奴才的确是见前眼开 但见到的不止是一百万两 奴才是想 广东一省就有这个数 皇上若能加恩善待外移 与福建沿海诸省 都恩准外移通商 那么 则未尝不是一条 复国之策呀 可笑 穷酸 我大清复甲四海 要外国人来施舍 你还让他们来杀人呢 来来 我把那个故事军的折子给他看看 这 奴才不看 也知他参我什么 不看 谁啊 你知道 你是澄清跟朕对着干了吗 你按着什么心 皇上难寻之时 奴才就说过不用心三个字 如果用心揣摩圣意 奴才就会处处谨遵圣旨 也会依郭世勋之剑杀掉三个鹰姨 并让所有鹰商法场观刑 以示震赦 这其实 是一件极易办好的事情 皇上问奴才安的什么心 奴才一心只为皇上好 为大清好 听说 上誉 梁广总督郭世勋 参和和珅 殷勋王法 回护鹰姨 辱莫国体 各款属实 悟国之身 莫此为甚 卓鲁巨和珅 五英殿大学士 军机大臣 御前大臣 四库全书 总编转等职 仍为三等清车都位 永不续用 请请此 谢 皇上听 恭喜老爷 恭喜啊 有什么好恭喜的 今儿是老爷四十岁的寿臣 对对对 月阿玛多福多寿 你们记错了 我的生辰是明天的 我记得老爷是银石降生的 好歹也只差三四个时辰 现在我们给爷拜寿也不为过 对对对 何爷快请上座吧 何家大小都等着给您拜寿呢 连我的正生时辰都等不及了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你们是急着想给我冲冲喜 其实大可不必 十几年的浣海沉浮官场挣扎 我也实在是太累了 正好趁此歇息歇息 你们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是啊老爷 我们都为您高兴了 德儿 明天上街去看看 买些一间好的铺面 选个好日子 开始做买卖 你也快到二十了 该学会当家理财了 是阿玛 老爷 何爷 阿玛 拜授的事明天再说 你这人很会办事 朕要奖赏你 把这个给你吧 啊 呵呵呵呵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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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音听了好几年了 怎么越听越听不懂了 既然听不懂 何爷何苦还要听呢 青莲 何爷 何爷现在是个平常人了 你可知道 这正是青莲所希望的 我知道 我在朝廷书药的时候 你觉得离我远了 现在你反倒觉得离我近了 原来何爷心里一直都是血亮的 只是不肯说出来 自你进府以来 你是怎么想的 我都知道 不过也好 有一失必有一德 从此 你我之间 再无阻隔了 何以心里所想的 恐怕是失德而德少吧 你 有你这样的红颜之急 我什么也不想 祝妈妈红补几天 和爺 刘忠堂纪大人 俄大人他们都给您办寿来了 草民和珅给各位大人期盼 什么草民不草民的 今天是寿兴为大 咱们行个礼 行个礼 不敢当 当的当的 何臣兄清云直上之时 我前方没有拜过 今天这一拜是拜你直言建军的男儿续计 何臣兄 你也忒小气了 这桌酒席还不够我计某一个人吃呢 怎么着 想用一杯清茶打发我们这些拜授客吗 稀看 稀看 刘全 何爷 何爷 弄才在 吩咐厨下 速备韭菜 喳 我说和珅 你也当过我的手下 我也当过你的手下 这一来一去 咱们可算扯平了 你呀 你我是朋友 这往后呢 你要是遇到什么难事 尽管跟我何大人说一声 这倒也没有什么难事 何某再不染指官场 打算经营一小小的典当自好 也算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这位大人 如果能屈尊去喝个开张酒 那就是给我何某天大的荣幸了 别这么说 何大人哪能干这种赢头小力的鸟事 是 刘仲棠 这是圆明园乘上的折子 圆明园提供带料了 赶快给皇上送去 等一等 还是我亲自送去 皇上 公布的折子 大修圆明园停供带料 这个事你过问一下就行了 你这送什么折子上来 臣恐怕过问不来 怎么呢 大修圆明园 功程浩大 要赶在皇上大寿之前完成 只有三年的时间 再加上臣不善理财 万一办砸了 这可是天大的事 廖挑子 刘雍啊 臣在 自打你父亲刘统勋到你 几十年来 可一直是勤奋办差的 皇上恕罪 臣不敢撂挑子 臣只是想恳请皇上量才实用 大修圆明园那是 那是和珅的差事 绕了半天 是给和珅来说相了 皇上 臣不敢给和珅说相 只是想劝皇上隐忍一时 等圆明园修好了 再行惩处也不晚呢 什么 没有和珅这颗黄瓜菜 朕就半不成八大碗 皇上 恕臣直言 和珅的确精明干练 大修圆明园是非他莫属 再说如何备料 如何计算工本 如何谋划施工 他都有背戏的安排 臣等望臣莫敬 没出息 赶居仁相 朕当年捡拔他为军机大臣 你不是不服吗 怎么了现在 瑞兮到哪去了 此一时彼一时 和珅这几年的差当下来 滴水不漏 臣不得不服 什么滴水不漏 这广东的差不就漏了吗 你下去 臣遵旨 光临从 奴才在 叫叫 嘉亲王 喳 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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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那蔫了吧唧的劲儿又有什么坎过不去啊 华阿玛把修决明园的事交给我了 好啊 那是个大肥柴呀 您别跟我开玩笑了 这么个大工程 三年之内要完工不能误了华阿玛的寿妻 怎么用工怎么配料 钱从哪出 和珅像个账房先生 他心里都有一本戏账 别人是两眼一摸黑 连刘庸都不敢拍胸脯 我看啊应付不了 你小子又缺了根筋不是 你这差事好办 难道五叔有什么好主意 你呀 若是用心去办 就一定办不好 你若是不用心就一定能办好 这还是不大明白 你呀 也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办着 等到哪一天皇上急了 自然有人替你 明白了吧 您是说和珅 那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 是侄儿说的 我可不得了 你这两天皇上有个权 有了 我可不得了 我会有力量的权 有点多好 我我太好了 拿掉 皇上 这是您爱用的松烟古墨 是前几年和珅送进来的 拿掉 这 给万岁爷叩头 信儿 人呢 回皇上 小姐出门了 出门了 奴婢已经叫人去找了 去了有一会儿了 也该回来了 那好 那就等会儿吧 来了来了 信儿该死 让皇上久等了 起来吧 这么冷的天 跑哪儿去了 什么要紧的事 秋萍 把东西拿过来 是 皇上 看看这幅画 打开 你这是文争名的 得五千两银子吧 五千两 一千两我就卖给皇上 没有啊 这画啊 是我花一千两银子买过来的 那你占便宜了 哪儿弄呢 皇上猜猜 这哪儿猜得出 我呀 是从和珅的当铺里买过来的 和珅开当铺了 可不是嘛 今儿个刚开张 我呀 可是赶了个历史 这幅画啊 是季学士当给他的 说起来呀 这个季大人 还真是很讲义气呢 五千两一幅的字画 只给了一百两 就要了个死当 我一千两 就把它买了下来 和珅还赚了九百两呢 季晓岚 就爱凑这种热闹 凑热闹的人呀 可多了 除了季大人之外 还有钱大人 鄂大人 刘忠堂 十几个呢 这哪儿是做生意呀 都是在 都是在帮衬着和珅呢 是 皇上不爱听啊 不爱听 那我就不说了 真没让你不说啊 和珅的当铺名叫斗金堂 嗯 斗金堂 他呀 戴着一顶瓜皮小帽 还真像个当铺老板呢 哎 还有一个女的叫清莲 俨然一个二掌柜的 还有和珅的儿子 跟管家刘全 都在里里外外的忙活着呢 朕又不是商界首领 他忙活 管朕什么事 你也不懂 你会不会 好 圣经 顺点 河南 河北 山东 甘许都降大雪了 好啊 下雪好 好赵头 殿下离皇上的圣寿不到三年 如果明年或者后年再降一场大雪 那可就真真实实地赶上了仁寿年峰了 圣经来的折子说他们那儿的雪有八寸厚 那么京城有多厚啊 小兰你知道吧 这 臣进宫的时候积雪往薛桶里灌 这少说也得有五六寸吧 你这叫瞎懵 朕量过 六寸三分 皇上胜利周密 事无巨细 臣只有惭愧的份 好 下雪 下雪好 但是要注意受灾的百姓 不能让他们受冻挨饿的 刘庸啊 臣在 这各省有多少压榻的房子 多少百姓需要发放衣物 粮食 户部拟个清单上来 朕要看看 回皇上 详细的清单还没有办妥 这个往年这么大的雪啊 都是要办粥厂的 今年办了几个 户部正在筹办 越快越好 遮 永也 尔臣在 这修园子的事 那些运石头的 运木料的 回京了没有 尔臣想 他们一定是被大雪阻在路上了 什么时候回来 尔臣说不准 说不准 合身啊 都跪安吧 知道 皇上 要不要臣把合身叫来 叫他干嘛 合身永不续用